被主管安排接领导 却被迫和一个陌生女人住一起了 没想到她就是我的领导 我操完了 不觉得人家不来了吗 什么 没事那个陈总 我是公司派来接你小韩 我那个我看见你 稍等我马过去啊 嗯 好 哎呀 不怕不怕 你能到我那里面 领导好 我那个接你的小韩 不是你不是 哎就是领导 你放弃昨天事 我肯定啥也记不住 我保证守候无凭 你待会有大电话 我冲冲就出来喊 算了算了 该走吧 行谢谢 哎谢谢领导 再出发呗领导 走吧 你干嘛 我给你接案件带呀 不用 还有 昨天的事 谁也不需要跟谁说 啊明白领导 明白 兄弟们 我这工作算不算是保住了 我来带我